在大五乡前往火车站以及大五国小的民族街上 路面划上停的标通号制标线 但这条道路是主干线 因此让用户人疑惑主干线战要礼让之干线 而大五乡公所则回应 当初主要是为了学童安全的考量 而日后会再重新检讨 大五乡前往火车站与大五国小的民族街上 近期遭大五乡公所委托厂商划设停字交通号制标线 但这条道路是主干线 竟然要礼让之干线 让庸路人认为不合理 道理说之干本来就要让主干到 但我在想说是可能考量到学 就是这里有国小学生的因素 那可能才会发生这样 正常来讲是不应该这样没错 大五乡公所则强调主要是考量儿童上放学安全 用来提醒驾驶减速慢行 礼让学生 但对于民众的反弹 小公所会再重新检讨 这个路段也会行进大五国中和大五国小的一个学生上下学的一个路口 所以小公所当时候在设计的时候 主要是考量到学童的上下学的一个安全 那所以也是主要是提醒驾驶人可以减速 那减少事故的发生 那未来呢公所也会依据 到道路的标线的化设规范来重新检讨 那来改善 那来符合相关的法规规范 目前街道上共有五处路口被化设停止线 要礼让之干线先行 引起民怨 但由于是学生必经之路 也是通往火车站的道路 大五小公所提醒民众 行进该路段要放慢速度 并且注意安全 解长节大五小报道 猫 我好 我不对